可愛新星是在紐西蘭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的符號是Time Test 比較新的總事 這匹馬暫時成員比較少 不過今季有馬贏過馬 古浪非凡初出即勝 另外一匹九五尺套初出上名 Time Test自己是Dubawi的紙字 服役時朱德望玉馬場的旗下馬 贏過六場賽事 集中贏中距離賽和長路程的賽事 14米贏到2100米 二級賽他贏過兩行 一級賽曾經上名 沙丘完日食大賽 當時輸給鷹爪刀和駕兵 至於海外新星的母系 Swiss Ace的女兒 曾經在紐西蘭贏過三場頭馬 三次贏馬就三個不同的馬場 不過全部都贏14米 母線家族的其他成員是短途馬 中距離馬比較多 少數成員能夠贏到一里橫以上 看完服務量 那些可愛新星 有可能是初期跑短途開始的馬 跑到漫漫家庭 跑到14米、16米這些中距離賽 很大機會應付得到 可愛新星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曾經參加過三次試集 其中兩次是跑第一 跑第一那兩次同組的二三名馬演出得不錯 四匹有三匹贏了馬 未贏那一匹曾經表列賽上的名 葉楚行馬房的初出馬近季表現一般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有葉楚行馬房的初出馬是贏或上名 神行百變是澳洲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的周歲新價12萬歐元 附系就是Exit and Excel 盡善盡美 這是馬香港的大族之一 不過近年除了紫治的數量下降之外 成績也下滑了一點 今季贏過馬的成員就不算很多 皇帝 英明 盡著是海豚星 三匹都是中班馬 其他成員 標之智能 艾利奧 危多福 奇寶長 華孝寬等等 包括低班的行進之寶 都是接近 暫時今季還未同頭馬有緣 盡善盡美一族 來了香港都很久很久時間 大部分成員早熟 跑短途賽就比較好一點 至於神行百變的武系 對了 金獎章是Madek Dioro 的女兒 曾經是西澳洲服役 贏了兩場頭馬 贏馬途徑是12米和13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幾乎大部分都是西澳洲馬 都是贏短途賽多 12米起是16米子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這筆神行百變看來都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神行百變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訓練的馬 曾經參加過兩次試襲 一次跑第一 一次跑第二 跑第一那次同組的第三名馬 第名那匹就上個名 第三名那匹暫時沒有任何公職 蘇偉賢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喜報和經典之光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暫時沒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兩匹 他們就是馬主洪峰和智聖龍 陸續威是在澳洲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周歲身價是16萬澳元 符系Swasia 選擇是很老牌的總馬 現在成員就很少了 這系馬只有奇藝先� 和勝利神區在服役 兩匹馬金季都沒有投馬交出 過往這匹馬這系馬厲害 出過打比冠軍戰利品 另外天才是香港杯的亞軍 選擇自己是Daniel Dancer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贏過7場賽事 在澳洲和英國都贏過馬 贏馬途徑是1000和1200米 2003年的時候 已經在費明頓馬場贏 閃電錦錶 2003年 20年前 其實在那一年他都厲害 轉戰英國 就贏了在王家雅士谷賽期的 金熙錦標 而在當年的王籍錦標 他也贏了 不過當時王籍錦標 還是二級賽 至於陸續威的武系 Snitzel的女兒 曾經在澳洲贏過三場賽事 都是贏過短途賽 1000和1100米 在悉尼也贏過馬 鄰近的瘟爾馬場也贏過馬 維多利亞州的巴拉列馬場也贏過馬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少數能夠贏到一里或以上 看完父母兩線 這群陸續威看來性能會傾向短途多些 應該挺早熟 跑下去有機會可以略略加情 陸續威來香港之前 懂得來訓練的馬 曾經當地參加過四次施集 一次是跑第一 一次是跑第二 還有一次是跑第三 跑第一那次同組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一匹 之後在新南威斯州的鄉村馬場贏了馬 遙本輝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逝馬有1匹 那一匹運高八斗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逝馬增加到3匹 他們就是暴大威猛 你知我拼 和烈火進馬 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3匹 他們就是萬事快 澳遊天下和陽光勇士 實現夢想是在紐西蘭出生的3歲馬 這匹馬周遂身價2萬6千紐西蘭園 富系Exosphere 外氣層 這匹馬來了香港就不算很長時間 成員暫時都比較少 不過今季有一匹保然得得厲害 戰鬥力一直大爆發 現在贏到上高班 今季已經贏了三場頭馬 贏了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但其他成員暫時證明未算很多 而外氣層自己就是 前澳洲馬王白金礦的展示 復應時在澳洲贏過5場頭馬 贏馬途程是1000米至14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15年的時候 在色尼的玫瑰江馬場 贏過金玫瑰錦標 那行是3歲馬14米一級賽 至於實現夢想的沒有 就是Brilliance的女兒 曾經是紐西蘭的黃金勞伊馬場 一場16米賽事上的名字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不少都是由贏短途開始 但實際上很多發展到年紀大一點 一里或以上的徒程就更合發揮 而這個母線家族裏出了一匹奪彩奇兵 即是中斯奇兵 前樓西蘭打給大賽的亞軍 看完附墓兩線了 這筆實現夢想 初期有可能是跑短途開始 但跑下去要慢慢加情 14米1里甚至再長少少徒程的賽事 好像保然德德一樣 也有機會應付得到 實現夢想來香港之前 雖然在紐西蘭參加拍賣 但拍賣完之後就運到澳洲 在昆士蘭接受基礎訓練 在昆士蘭的黃金海岸馬場 參加過一次試集 試集一次就贏了 同組一起試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之後 在昆士蘭州贏了兩場頭馬 羅富全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1匹 那匹是會贏的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暫時未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名的馬都很多 有5匹的 他們就是英雄豪邁 日日有 彩虹千里 特別美麗和美麗緣分 有你有我 是在澳洲出生的四歲馬 這匹馬的符號叫 密奇島 密奇島是前日本三冠王大震撼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在日本贏過八場賽事 只贏1400米、1600米 一級賽他贏過兩項 先在2014年贏了NHK一里賽 接著到2016年 京都馬場贏了一里冠軍賽 但可能大家最記得 他那一役在2015年 在日本高松宮紀念賽 和有型格賣身肉搏 當時也很接近 他跑第三名 有型格就贏了 只有你有我 沒有 我也是 Franchburg 女兒 服役的時候 在新南威斯州 一場香川馬場賽事 1450米的賽事 上過名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 中距離馬 比較多 因為他裏面 夾雜了一些美加馬 跑短途的夠速度 跑到中距離 氣量也夠 而且很多是泥地賽好手 所以看完 有你有我 看起來像中距離馬多 但是初期短途賽 應該可以應付 有你有我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坤士蘭州 接受基礎訓練 曾經參加過一次試襲 試襲那次 在黃金海岸馬場試 試900米 當時跑第一 四匹馬試 跑第一 而跑第二 第三名的馬 兩匹馬 之後在當地都贏了馬 丁冠濠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式勝馬 有1匹 那匹是最風雲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未見到 丁冠濠馬房的初出馬 是贏到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 有1匹 那匹是保安威 福智是在澳洲出生的3歲馬 這匹馬的周遂身價 34,000 奧元 富系是Rich Enough 富足 這匹馬雖然比較新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成績不錯 今季布大威猛 整氣稱他贏過馬 精選威來到香港 上季都已經贏了馬 富足自己是Riton Tycoon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澳洲贏過3場賽事 他贏過1200米和1400米的賽事 二級賽他也贏過 2014年在費明頓馬場贏過 丹山錦標 之後在考菲爾德堅尼大賽 1600米的一級賽也上名 所以其實他的場力是1600米 至於福智的武 是Save a Bill 小法寶的女兒 五層的維多利亞州的香川馬場 贏過一場800米的短途賽 但是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其實有不少 跑到中距離賽更合跑 這個武線家族也有兩匹成員來過香港 喜喜寶、珍珠王 兩匹馬在香港都贏到中距離賽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福智 看來初期都是跑短途開始的馬 跑下去慢慢加程 千四米、千六米陶程的賽事 也有機會正確發揮 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是一般的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贏馬或上名 龍之威是2022年 即是去年 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的馬 它的新價是500萬港元 很高的 而這匹馬周遂的時候 新價都高 46萬澳元 富系是Fastnet Rock登塔島 香港的大族之一 今季的馬是慢熱一點 最近成績好很多 直線力山 剛剛贏了王太后紀念盃 另外贏過馬的 還有多多勇驅 試跑得精彩勇士 剛剛打開了勝利之門的法財大師 其他的成員 黑桃火箭 加州海哥 金發城勢都上過名 這是馬來香港的初期 大部分成員都比較早熟 跑短途賽比較好些 但發展到今天 很多跑到長途都沒問題 好像直線力山 黑桃火箭 已經是大長途馬 至於龍之威的母 就是Norton Meteoro 那個女兒 沒有上過陣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 中距離馬比較多 這個母線家族裡出過 前澳洲馬王二見客 Dissident 現役的總馬 二見客服役的時候 是蘭域堅尼大賽得主 其他的成員 還有一匹高原神光 來到香港 就贏短途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龍之威 看來初期是短途跑起的馬 跑下去 有可能中距離賽更適合他發揮 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一般 上季初出即勝馬 他沒有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沒有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 贏到馬 但上到名的馬又一匹 那匹就富起來 姓益善是英國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的副名叫做Burretino 木偶 木偶是Excel盡善盡美的指字 服役的時候高多分旗下的馬 兩歲的時候 曾經贏過王家瓦士谷賽期的 高雲地利錦標 是2015年那一屆 當時擊敗空軍藍贏了 最高競賽成就就是贏這場二級賽 贏馬屠程是一千米和一千二米 四次贏馬都是兩歲的時候就贏了 至於聖益善的武器 曾經在英國贏過十場頭馬 由一千二米贏到一千六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很多都是短途跑起 但跑下去要加程 去到中距離賽甚至是長途賽 更加適合跑 不過這個武線家族裡 有一匹紅褲仔曾經來過香港 紅褲仔來香港之前 和來到香港之後 都是交沙地賽來地賽 跑得比較好些 而且是贏短途 不過其他成員贏到四千米的馬都有 看了父母兩線 這把聖益善 有可能是初期從短途跑起的馬 跑下去慢慢逐步加程 去到一里甚至再長途路程的賽事 他有可能更適合發揮 聖益善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上鎮五次 贏過三場頭馬 三次贏馬 屠程12米、14米 全部都是草地賽 直路賽贏過 左轉賽道的賽事也贏過 不過右轉賽道的賽事和交沙地賽 他都沒有跑過 沈集成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浪漫勇士和風雷電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勝馬都有兩匹 他們就是維港智能和雪涌神區 初出上到名的馬很多 有五匹 他們就是金鼓齊聲 好玩奇兵 十八獎超超比和喜倫勇敢 十八獎超超比和喜倫勇敢 ×××××× bonus